有可能突破20万人的大关 也代表着各项基础建设越来越多 为了让工程能够顺利地进行 日前淡水区长乌宗仁带领淡水区公所的工程团队 包括了公务课长等人来到了清水盐祖师庙 举办隆重的新春团拜祈福仪式 希望今年淡水区内大大小小的工程 都可以顺利进行圆满完工 新北市淡水区今年人口最有可能突破 20万人大关也代表着各项基础建设也会越来越多 而为了让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日前淡水区长乌宗仁带领着淡水区公所的工程团队 包括了公务课长等人来到了淡水清水盐祖师庙 举办隆重的新春团拜祈福仪式 希望今年淡水区内大大小小的工程 都可以顺利进行圆满完工 一个是跟祖师业拜年 那同时也祈求祖师业来保佑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除了包括路平灯亮水沟通 环境清洁社区服务等工作能够顺利 那尤其是在工程的部分 因为工程那边的金额也非常大 一年的话就有三四亿的金额在推动 那不只是工程的顺利平安 那能够如期如值的完成 区长表示淡水区内每年的工程数量随着人口增加逐年攀升 例如由市府主导的淡北连外道路及周边工程 明年完工的淡江大桥淡水大主委地区的民生市场 有将近三万人口的坎顶里活动中心等工程 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今年我们有一些大的工程 淡水的部分除了市政府主导的 我们的北侧道路也开工了 我们淡江大桥明年也要完工 那再来轻轨的部分 其实这边进度已经有明确了 那接下来也在后续推动 那另外我们在淡水的部分 在主委我们会推一个这个市场 九层楼的市场 这个部分今年也会来做开工 那接下来的话 另外的话我们淡水有一个新北市目前最大的幼儿园 在坎顶市民活动中心 在今年七月八月这边就会完工 区长表示 除了有许多市府以及公所进行的大型建设之外 许多邻里当中的工程也不少 包括了道路改善等等 所有工程都是三四亿的经费在进行 因此也期盼透过新春团拜 除了凝聚工程团队士气 也祈求祖师爷能够添佑淡水 让工程顺利完工 记得许多邻淡水采访报道